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医院看来看去也没好 最后别人说找个老太太给我看看 随之真的就好了 可是从此后我经常害怕 三头两头难受 就得找人看看 还针就好了 我晚上不敢出门也避免不了 直到现在我身受困扰 不是瞎倒 就是什么说着做什么 弄得我每天不知怎么一个行李 我很不理解这是什么原因 请开始 任何心理的问题 都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 不是从外面去找原因 这个实际上你并没有什么不正常 这个 你老是觉得会有一种恐惧的东西 所以有这种心理呢 你就会自己瞎说自己 自己变现一些境界 来让自己害怕 所以你现在还是好好地去忏悔业障 多念佛号 有时间呢 可以去参加放生活活动 自己也去放生 那么要知道 阿弥陀佛能够给我们解决一些恐惧问题 这些胆小啊 昏沉啊 这个害怕呀 不敢出门呢 这都是一种内心 内心鱼齿黑暗的表现 气弱 如果你能念佛 佛号里面有无量光明 他就有光明 就不会有黑暗 就不会害怕 那么有光明 就有智慧 明白事情 就不会无知 所以这个原因呢 是你自己心里造出来的 也有多生多节的这种业力的因素 所以还是从念佛下手 一天争取念一万身佛号 早上四十八百 晚上四十八百 那你慢慢地就会转化过来 好 那个今晚听法师的视频讲座 四十八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到二十五月 说佛法迟早要在这地球上灭亡 这是众生共约所感 听到这里 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痛 真的感到非常的难过 请问有什么办法 能让佛法不至于在地球上灭亡吗 若佛法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灭亡呢 是不是到那时候就没有人信佛了呢 那么在其他星球上有可能延续吗 而往生了的人还能回到地球上救度吗 看来你还挺有慈悲心的 又有一颗为佛法的那种复制之心 你能感到一阵阵痛 这说明你对佛法是有感情的 觉得佛教是一个好东西 它的消失才会让我们感觉到 一种极为的遗憾 极为的痛苦 但这是一桩不可回避的现实 这个释迦牟尼佛 在他发现佛教的真理的时候 也就预示着佛法在这个世间的消亡 那么为什么会消亡呢 就在于大家都不相信 不是佛法要消亡 是我们众生的涅障很重 令他消亡的 所以有什么办法让他不至于灭亡呢 那你就作如来使 你自己好好的修行 也带更多的人 能够对佛法产生信心 那么而且要令世间的善法 在这个世间常住 深信英国呀 鲁家的伦理道德啊 这个波约空会的智慧呀 这些如果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的生命力 就会延续 如果现在大家不信英国了 大家都把金钱和权势 作为生命追求的唯一目标了 都把这个生存竞争 这个不能吃亏 作为人生哲学了 甚至认为这个鲁家文化 都没有时代性能等等 这些这个习之邪见 还会导致佛法在这个世间提前消亡 所以是消亡还是不消亡 或者在这个世间停留的时间的长短 都是由我们众生的共业手感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责任 说佛法在这个世间灭亡 我们是有责任的 但是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是可以回到这个世间 来做一些救度的工作 佛法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也可以在其他的星球上延续 这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摩尼佛 在这个地球南沿佛地 视线成佛的时候 同时也在他方无量无边的岔土 在视线成佛 所以这个佛法也不由于在地球上没有了 就永远没有了 那么释迦摩尼佛还只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 第四尊佛 等待成佛的还有明的菩萨 所以也还有996尊佛 要在我们这个世界 四地四线八项成道 救度有缘的众生 往生了的人花开见佛 他有能力到地球上救度众生 这个也可以说从古到清 也有很多净土的菩萨 给他种种的生活 或饮或显的来做救度众生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也得要发菩提心 往向回向和环向回向 我们天天念的这个 愿我离异命中时 这样的一个记子 就包含着到西方极度世界 还要回来的这个意思 好 这个我们再来看看 现场的调子 一个受了再加菩萨戒的人 如果再重新去受戒 那么他是属于新戒子 还是老戒子 这个你受了菩萨戒 再重受无非是一个再重新加深印象的问题 你如果开始就受了菩萨戒 得到了菩萨戒的戒体的话 那你还是以老戒子的身份为好 实际上菩萨戒是尽未来尽 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在受戒 受菩萨戒的时候 悲喜交集 往往也就是我们 多生多戒已经曾经受过菩萨戒 借助今生的一个因缘 把它唤醒了而已 我是寺院的长期义工 主要负责安单 如果有挂单的人员走了以后 他留下的东西该如何处理 如果我们用了是否犯道歉 还是这些东西交给常住 如果你丢下来的东西 人家留下来的东西 你还是交给课堂来处理 不要 你自己不要失字去用 请问 弥陀设身三院 是否针对三种不同根基 众生而发的院 这三院的意统如何理解把握 如果一生都信愿精进念火 突然遇到意外如吃祸 心脏病脑溢 学破裂等而昏迷 这时会不会因平日的愿力 而感通阿弥陀佛前来解引 进度中对慈戒因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去吃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是根据我们严国体众生的根基发的 里面有失凡复众生 有失净土往生的凡复众生 也有失他方世界的口上 所以这个不能仅仅在这三院当中去了解 应该要从四十八大愿的总体精神去把握 常常有人就会把这个说十八愿往生到什么暴徒 其他的愿就不是往生暴徒往生化徒 诸如此类的 很看重十八愿 其实十九愿二十愿 它也是很不简单的 这个十八愿在我们看来 它从形式上非常简单直接 但是从心态上它却是不容易的 自信信要预生莫过 他这种相信是要到达这个质的程度 自信了 这很不容易的 清净的信心 不夹杂一点怀疑的信心 这种这个自信信要 这个自就是到达这个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 它是作为形容者修习这个心 自信就是自极的真诚心 自信没有一点怀疑的清净的信心 自要这种内心生起的无限的 法上的快乐 那当然它这个预生 这种愿 那就是义无反顾 没有一点的贪恋 和这个世间自信 你说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众生来说 有几个人能够做的 我们在念佛的当中充满到种种的怀疑 这是绝对很难去自欺欺人的 你就不经意的状态 它突然都会冒出一个怀疑 比如你刚刚讲的 如果一生都在静静念佛 突然遇到意外 那这个阿弥陀佛会不会来接你呢 告诉你 这就是你的怀疑 如果你真的有自信信要 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 何以故呢 你都一生都在静静念佛 阿弥陀佛的临终节饮愿 是保证 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往生的 临终节饮 阿弥陀佛 在他看来 一切众生的死亡 无论是他寿终正寝的安然死亡 还是车祸心脏病的突然死亡 在阿弥陀佛眼里 他平等看待 因为众生的劣力千差万别 他死亡的状况 自然他也千差万别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死亡状态 那阿弥陀佛绝对要兑现他的十九愿 勤修我接接饮院 你一生都在精进勤修 那阿弥陀佛决定是来接饮的 这是如果你相信了阿弥陀佛的勤修我接接饮院 你就不会说 如果我是昏迷状态 我不能冲到车祸 我能不能往生 你不会有这个态 你绝对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 阿弥陀佛绝对会来救我 绝对会来接引我们 所以谈到自信心要 自熟不容易 你随便飘你一个东西出来 你都做不到自信心要 这四个字 净土宗对慈戒怎么看 大家都知道敬业三伏 敬业三伏的第二伏 小乘的戒符 受之三规俱足重戒 不犯威 这就是净土宗对慈戒的看法 你一定要自信的去归一 佛法神三宝 要去受戒 具足重戒 你无论是在家居士的五戒 你不是受一条两条 而要具足受五戒 完整的居士 你进一步的求受菩萨戒 十种四十八情戒 具足的去受 甚至不犯威仪 不犯威仪是什么 威仪就是细小的戒 不仅重戒要持 比如十种四十八情戒 你这个威仪戒 就是后面的四十八情戒 你也都要持好 比丘戒的前二篇是重戒 后三篇它是威仪戒 也都要持好 就是要用这样的心态 去持好戒律 在末法的时代 由于我们众生的烦恼越来越重 对这个戒律的这种挑战性 就显得越来越大 就越来越难有清净法 清净的善法在这个世间存在 我们身上的烦恼很重 就容易去有一种犯戒的冲动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深信因果 一定要把持戒意识高扬到超过生命的程度 绝对不能去犯戒 这个阿弥陀佛 因地当中 他发愿修行 动静无量戒 都是身口一三叶情景 如果我们以染污的心 破戒的心 那就是很难跟弥陀的名号干一个道教 大家一定要持好戒 至少五戒要把它持好 先不谈更细 五戒一定要持 五戒十善 应主当年建议念佛行 念佛时把心全部放在耳根上 全身贯注听四字佛 六字佛号 从而兜舍六根 敬念相及 古德人指出 念佛时不是嘴上念 而是心念 心中意念佛才叫念佛 否则只能叫独佛 于是我很困惑 念佛的那一念心 到底是该集中于耳根上呢 还是要不停地去想佛的形象和功德 想极乐世界的美好 后者算是心念呢 还是一种容易失控的关系 念佛就是你当下这一念心 去专注在这个名号 它不是把注意的放在耳根上 你这个耳根只是一个 一个这个生理物质性的东西 是要调动文性 你要去听这句佛号 你念出来把这句佛号念清楚 听清楚 这就是你心里心就跟这个音声打成一片了 世间的语言 音声 它有一种对心性的一种作用 原来我们站在那种二分法的角度 总认为这个语言是人的思维的产物 但是要知道 实际上这个语言 音声是跟我们的思维是同步的 甚至在很大情况下 这个语言音声反作用于我们的心 它的力量更大 就在于这个名号 这种语言音声 是阿弥陀佛自极清净 功德的凝聚 所以当我们把这一念 把这种音声一念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真如佛性的力量 就在反作用我们的阿赖耶 就是熏喜 以真如熏无名 所以重要的就是 念清楚 听清楚 自念自听 你把这个把握住了 你就不是口上念了 而是你的心和口就统一起来了 所以这时候 你不是说要集中在耳根 耳根是要作用我们的文性 观世音菩萨 耳根源头是什么 它是在文 在文当中 入流望所 入法性之流 望掉外面的深层之所 所以这个反念 反文文字性 原来我们的文性都文外面的深层去了 现在要旋转 现在要旋转这样的道文机 颠倒的文机 来文自己能文之性 这个能文之性就是我们的佛性 圆通常 圆真实 通真实 常真实 所以念佛法门 他就直接 设住了 这个 这个 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源头 和大师智菩萨的根大源头 那 都舍六根 纪念相计就是 观世音 大师智菩萨的根大源头的方法 所以这个念佛方法 就融合了 这个两种方法来学习 简单的 就是自念自听 单刀之路 但是自念自听 有时候你会口令念佛 就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说明什么 或是你昏沉 或是你掉句 就两种障碍来了 两种障碍来了 你怎么克服 所以 印竹在其他场合也谈到 十念技术法 你念一句 心里记一个一 摸记一 念第二句记二 将使心不至于跑 一跑的话 他就数字就记不清楚了 这样就能够通过这种方法 知道自己心在你在这里 念佛一定要叫念之在之 你念佛的当下心就在这里 那怎么样能够知道你心在这里 两个判断 第一 你记述能够清楚 第二 你听音声 听声音 念佛的声音清楚 你有两个清楚 说明你心没跑 你心一跑 技术不清楚 听不清楚 所以这是要慢慢的去加以训练 弟子前不久于主庭求受了菩萨戒 有些问题不敢确定 请慈悲开始 幼灾日三个常灾月 是持八观灾戒 还是只要持灾 即过五不时就可以 如果你是持菩萨戒 你在每个月的六天六灾日 三个常灾月 能够过五不时就可以 因为这个灾月 就是要求以灾过五不时作为他的体性的 同时他因为这条戒是不尽好实戒 就是你在这个日子当中 你都要过五不时 第二 尽量要持好戒 其他的戒 尽量行善 多念佛号 不要造恶 因为这个六灾日是四天王 他的太子四天王 刀利天王来寻世人间的善恶的六天 在三灾月是刀利天的一面镜子 正照在我们的这个世间 在那里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里造恶 就会受到惩罚 行善就会得到辅报 所以这个时间是好时 一定要持戒 修善 念佛放生 这些 在五月的常灾月章中 弟子一日两餐 这些日子有些头晕 轻飘飘 我想可能跟晚上不吃饭有关系 因为有时晚上要加班到十一二点 这种现象是不是正常 坚持下去 是不是就会恢复 弟子觉得一日两餐很好 想长期如此 可在世间生活 会不会对身体健康不利 这是你的 你不要打妄想 就是说你在这个 这个常灾月 吃两顿 对你身体有绝对的好处 你的营养也就足够了 如果你觉得营养不够 你多念点佛号增加营养 这个就好了 你一定要把长期这样的 这一个善念把它守住 这个古代的修行人 人家都奉行一食法 一天吃一顿 现在我们能吃两顿 还有什么不够 你不要老想到不够不够 你想到不够就觉得 哎呀我头晕了 我无力 你想到足够了 正好原来吃的太多了 正好还要减肥了 减点肥身体更清爽一点 更清安一点 走路 走路你是轻飘飘 像天人上的 不是说头晕虚弱的心飘飘 而是你心里很清爽的 轻飘飘就好 你做正面思维 要做负面思维 在城市里生活已习惯化弹章上班 如果不烧化章也不礼貌 但在十八观摘戒的日子 这样如法吗 算半斤了 这你不需要问了 八观摘戒就有一条 你不能去化章了 你为什么要去化章呢 这一天就是修清静的东西 你化章浓章淡漠 就是你还有这种淫欲心吗 想吸引异性的注意吗 什么 正好就要把它截断的时候 你还化什么章呢 老老实实 恢复你的本来面 就好 我是高三毕业生 请问我的学业不是太好 是否影响将来的事业 也由于多种不良因素 不想学习 用什么方法可以弥补过错 父母对我都很好 自身缺点也太多 对学习不知整的 不感兴趣如何 不感兴趣你就不要去学了 没有关系的 这个世间的这个学业 我们都是走过难了 学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 关键问题 你心信 你以后寻找一份 你感觉有兴趣的 对他人 对社会有点利益的 这样的或者职业 或者什么事情去做 成才不在意 非要去读什么很高的学历 前不久有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说 说这个西方的创新性人才是 学校成体培养出来的 中国的创新性人才是 是现行教育制度压不垮 漏网的 说不准你就是漏网的一个人才了 所以你的要有自信心 那你的父母呢 也不要以为 现在父母就从小就在 你不好好给我考高分付 你不念上大学 饭都没得吃啊 就天天进行这样的一个灌售 那不念大学 就没有日子可过吗 人家在美国很多很有成就的人 正好大学都没有毕业 比尔盖茨就灭大学 所以我们一定要换一种思维方式 不在意这个学习成绩好不好 我们也都看到从小学到那个很听话呀 高考分数很高什么 以后大了都没什么很大出息 往往在那个学校比较调皮一点的 怎么到了中年青年 都能够脱影而出 所以你现在怎么 就是你不是说要学很多知识 你要培养自己的智慧 你要积累自己的道德 你的智慧道德到了一定份上 你就能在世界的世界上脱影而出 走这条把握自己命运的道路 不要被这个应试教育 这个分数牵得走 现在实在这种教育 耽误了多少人的情绪 怎样知道自己的心与佛心相应 你有慈悲心吗 有慈悲心你能相应 你有大平等心吗 你有对一些众生的感恩赴念的心吗 你有惭愧心吗 你有慈悸的心吗 这些就是佛心 你具有这些心 包括大福的心 上层佛道下发众生的心 报答父母恩德的心 这些慢慢的你理解 核心就是大慈的心 怎样从生活中落实 看破放下 看破放下不是你要落实什么东西 你慢慢的通过你念佛呀 开发智慧 它主要是要有对主法空性的把握 你了解世界一切都是原生法 都是如梦如患 如怒如电如影 这些你真正从你的心灵深处 认知到的这一点 你就不至于过多的贪恋执主 你就能放得下 如果你一念 有一个很强的我执 很强的对待 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很在意这个亲情各方面的 要是要活的东西什么 你这些都很在意的话 你绝对是放不下 请问往生时阿弥陀佛来解饮时 会有魔鬼变化来干扰吗 我们要如何分辨 请问我 我对阿弥陀佛也深信不疑 但很体会 无论干什么事 都提拨着积极向上的心去主 怎么办 首先你能够信愿辞明 在名号光明当中 一些魔鬼 他是没有这种能力 也是不敢来变化阿弥陀佛的形象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念佛 那就保不准了 你只要在念佛的当下 你真的能看到阿弥陀佛的话 那是阿弥陀佛来兑现他的十九月 严重结义 如果我们对阿弥陀佛深信不疑 你能深信不疑去念佛 你不会体会 你会对生命有一个很积极 很乐观 很向上的身份态度出来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 他就代表着一种生命当中的 大菩提心的一种表现 大菩提心要上层佛道 下化众生 一些众生都等着我们去救度 我们还能够体肺吗 我们还能够睡懒觉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阿弥陀佛的名号光明当中 把我们本具的这个菩提心把它调动起来 这个菩提心就是一个巨大的像原子铁片般的这种动力机制 使我们比一般不信佛的人更能积极勇猛 去做一些自利利他的佛事 如果你还是很体会的话 说明你在学佛上还没有摸到门道 还没有进入门槛 为什么好人总是比坏人要去世的早 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结论 你做个调查吗 你有概率的这样的东西吗 那我反过来说 常常是坏人比好人要去世的早 你也不能否定这个结论 所以这个所谓好人和坏人 它里面的因果关系是处中复杂的 金氏的好人不一定是前生的好人 他也许是前世的坏人 金氏你认为的他是一个坏人 也许他前几生是个大善人 所以他们所遭遇的 所感受到的都是他前生的地俗之骨 所以好人也许短命 坏人也许更短命 但这里面再加上这个世间 好人和坏人也不一定你就能分辨得清的 有的人会做表面文章 显现的都很好 实际上他里面是充满精心 只是表演的很像个样子 把你瞒片过去 你看都有一些贪官们 他在做政治报告的时候 你说他多了不起 打工无事 未控制 马上从一讲台上下来 你都辨逼不出来 他口头上说的和他心里要住 和他悄悄地住的东西 你不一定能知道 所以你还是要相信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报 千真万确的 为什么有的师父已经皈依佛门 出家在寺院里 但他的心却不是那样清静 对人的态度也不是那样好 却给人一种高不可判的感觉 你对于出家人 你不要去评价这些东西 你怎么知道他的心不清净呢 那你的心就很清净呢 你好好关心自己呀 你自己的心到底清净不清净 然后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清净到什么程度 你怎么天天就看到别人去评价呢 你这种习惯是很不好的 这个修行人关心自己 你不要去看别人 你要看别人就看好样子 不要去评价人家的这样的不足量不足 尤其对出家人一定要有恭敬性 他是不是高不可判 那高不可判的原因都有什么 出家人就是高不可判 因为他清高嘛 脱俗嘛 他应该高不可判嘛 天天还跟你拍拍肩膀 这个称兄道弟呀 这是不可以的 是吧 如果有人今世为人 但他业障很深 如果他今生忏悔 也不能消除他的业障 使他长寿吗 每个人的业障都很深 所以我们要忏悔 但是绝对忏悔不了所有的业障 忏悔不了的怎么办 教鬼阿弥陀佛 我们待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能长寿 在这个世间是会短寿的 好 以前度过胎 在受菩萨戒前已超度 世约出发在主经写的谈 会不会影响得到戒品 这是你原来的行为 是无知 不了解 而且你那时候 因为杀身这个是要有动机 有行为 你在前面由于无知犯的 并不影响你 在受菩萨戒的这样的效果 但我们你要去超度 生惭愧心 忏悔 使我们所受的戒体 也就约来约清静光辉了 我身边有位女居士 有个问题想请教 她念佛最开始是念六字 自己念了几年 感觉非常舒适 自己认为几乎到达一心不乱的境界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改为四字 感觉大不如前 想再回到念六字 以前的那种感觉和感应都没有 你念佛是为什么的 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 跟着感觉走 你都搞错了 这个 我们的感觉是很欺骗人的 要知道我当下念佛的时候 是接纳阿弥陀佛慈悲的富佑 接纳阿弥陀佛光明的洗礼 来洗着我们污染的心的 不去在你的那种虚幻的感觉系统 去找那些不可靠的感觉 有很多人他一念佛 就喜欢找这种感觉 找这种境界 上次都有个居士 标志是不是在这里 他又看到了什么 他那个佛怎么向他放射光明 或者怎么回事 他心都收不住那样的一个妄念之流 还说他看到了佛多么殊胜 那个光明多么灿烂 多么温暖 这都是他虚幻的心里面感觉出来 都是不真实 你好好的去 你这个心不清净的时候 就要想看那个看那个 这都是照望 不要去看这些境界 也不要去找这种感觉 你什么叫感觉 你能通过念佛感觉到自己 灭障身重 这是好感觉 感觉 唯有阿弥陀佛才能把我从生死回海救出来 自己 通身的念力 一无是处 这是好感觉 你还找什么感觉 你真的通过念佛 我们才知道自己的内心多么的污浊 我们的罪念是多么的深重 同时感知到阿弥陀佛对我们是多么重要 恩德是多么的深光 这是感觉 好的感觉 你其他的什么很殊胜 甚至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 你何能谈一心不乱 什么叫一心不乱 你能达到一心不乱 这都是你搞错了 你都不知道一心不乱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现在如果觉得念六字好 你就念六字 什么感觉感应 你先不要提 还就是把它念清楚 听清楚 绵密密密 老老实实 平平淡淡为好 是否念佛后的方式不易改动 这还是少 如果念六字就一直念下去 念四字就念四字 念四字还是念六字好 这都不要去执着 你只要有一种深信缺缘的心态 念六字不能好 念四字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这些都是你要 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 当年有信众问廉次大师 也就是说廉次大师 你念佛是念六字还是念四字 也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好像分个优劣 那廉次大师回答他非常巧妙 这个六字随重 就是跟大众一起念的时候 他是念六字 四字自念 自己单独个人念的时候 他念四字 都可以 都有时候你可以先开始念六字 念了六字 你转为四字 那也可以 因为四字里面 也就包含着六字的信息 原来我在福建碰到一个老句 他念佛还真的是很精进 至少他真的做到了一天 念十万声佛号 他有这么厉害 就是常年这么念的 他说他每天早上两点钟 被一种被佛号唤醒 教醒 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我平时念四字 但是教醒我的是六字 是南无阿弥陀佛把他教醒 他问如果这个到底 我念六字还是念四字 我说你念惯了四字 你就念四字 因为四字里面 也包含你的南无在里面 所以他把你教醒的是六字 也是正常的 不要去加一 信愿行都能持 但忍怒扶不住 能否往生 忍怒扶不住是什么 别人欺负一下 骂你一句 你就火冒三丈 要把房屋都烧掉 忍怒扶不住 说明你的功夫还是太浅了 还太在于别人对你的 或者称赞或者怒骂 说明你的五直 虚荣心 各方面太强 那么念佛 我们还是要以降服 现行烦恒 为下手的功夫 你如果念了 落干年 还是像原来一样的 人家随便讲你一句 就受不了 那你这个东西 你说你信愿行 就持得很好吗 所以这个 一定要 如果你真的佛号念得 很有功夫 那根本就不在于 别人说你什么 骂你什么 或者对不起你什么 因为 名号光明就是智慧 智慧就是无我 就是慈悲 就是同体 就是欢喜 你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你怎么扶不住呢 有什么扶不住 但是一方面要我们扶住 但是万一扶不住怎么办 那当然也不障碍你往生 阿弥陀佛知道你扶不住 对你更加的悲悯 阿弥陀佛更关注你 伸的手更长一点 更有力量把你拔出去 大爷往生 还是可以 不能说一定是 忍怒波罗蜜到家了 才能往生 你可不要得这个纪录 你尽量还是要忍怒 忍不过气 阿弥陀佛也会接引 弟子求受了在家居士菩萨戒 但是没有住到 请问如何求忏悔 你没有住到哪些呢 那前面十种仲戒你可要住到了 十种仲戒住不到 那是没有忏悔的余地了 那叫波罗仪了 断头罪 前面十条要做到 这个后面呢 你怎么忏悔 忏悔有作法忏呢 有这个实相忏呢 有这个见像忏悔 所以这个你作为居士 一般没有作法忏悔什么 你就对一个大德 比丘或者什么 你就在比丘出家的面前 做个忏悔 或者在你同受的菩萨戒里面的 大德居士发怒 发怒忏悔 没有这个机会就在佛像面前 痛哺流涕的忏悔 这个磕响头 磕破头最好 大汗淋漓 这个浑身血汗都出来 忏悔就有点效果 这次地震中有那么多人遇难 这也是因果报应吗 我的一个朋友 而他生前一直学佛 却是否没有得到什么快度 而我应如何把握自己 为他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他才心安 任何的灾难的上升 是因果报应 绝对不是偶然 但我们凡夫的眼睛是看不到这里面 错终复杂的因果 共业别业的种种情况 这个一直学佛 学佛你说得什么快乐 学佛是要他 厌离舒服 心求其乐 知道这个世界 无快乐可言 然后修处理道 仰靠迷途愿力加持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才真正得到的快乐 因为净土是无有众苦 但受足乐的亲近的地方 所以你现在为你的 大概是你的朋友 他生前大概现在由于 是不是遇难了 你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 你就是好好念佛 把你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 让他生到善道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哥哥自从高中读书 有一次考试不理想 被爸爸骂过后 由于哥哥以前成绩在年级 数一数二 从那以后很自卑 提不起勇气 心理压力非常大 直到现在 什么 二十几岁 二十几年了 精神不正常 精神说胡话 父母很忧虑我哥哥 请法师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哥哥哥以前 看法轮功书记 现在我劝他念佛 他不肯 再三请法师开始 小孩的教育 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首先 助父母的要知道 怎么教育小孩 我们现在很多助父母 对小孩的教育 都过于的功利 很缺乏一种人格的 精神上教育 只是盯着他 你这是考了多少分呢 排第几名呢 怎么又比原来考低了 天天盯着这个 那种孩子的压力很大 就由于这样的一个 父母对小孩的压力 小孩也在这种 应识教育当中 都是一个像小囚徒 一样的去弄 实在是这个是太可 所以考试 一次考试 理想不理想 这有什么呀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助父母的 不要去骂小孩 你要给他一个 更广阔的封建 能上大学不能好 上不了大学 也要活日子 实际上这个时代的人 他太追求成功了 他太追求世界的东西 实际上做人 首先要做一个平淡的人 一个老实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世界上成功不成功 那都是放在第二位的 现在他反而不注重 他的一种心理上的 道德上的一种平时 而就是在这些考试分数上 加以了过多的关注 据说有个中学生 在那个 就是他有篇课文叫 泛静中举 这个作为课文 老 老师在上面讲 那个泛静没有中举之前 他的约父屠夫 怎么怎么骂他 怎么怎么 然后是中的举之后 这个祝约父屠夫 哎呀 这是文屈心 他态度又是惨美 在讲着讲的时候 这个一个中学生 在那哭起来 在下面 哭起来 人家说为什么哭 哎呀 我周边都是那个糊涂 所以这个给孩子的压力 真的是没有这个地方 做家长的 首先要给孩子松绑 考不考得上大学 把他完全看淡 随他的兴趣 随他的好要 随他的想法 去过去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 都是颠倒了 所以这样一弄 他由于肯定对这个考大学 就很在意 所以就看到 看到儿子 一直考试不理想 他肯定带着很大的怨恨 去骂他的这个儿子 他的儿子都都一下子 就一骂 就把他骂倒了 就好像这根菜 一下子 这个菜根都跟他结断了 他就枯萎了 他就自卑 精神障碍就来了 那害了他一辈子 所以做父母的 要减免自己 这是第一 第二 做一个 这个青少年 也得要有心理的那种成熟的 谁骂一点 谁赞扬一点 什么东西 也都要把他看过 出现这些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 我们这个整个的国家 缺乏对空性的教育 多有空性的教育 父母很执着 孩子很执着 就会出现这些情况 这种悲剧 不是你哥哥一个人 很多 现在多少家长 只知道幼儿园的孩子 天天就是 你不好好念书 不考上大学 还饭都没得吃 就是天天这样的指责 你说这个怎么办 于是小孩从幼儿园开始 就背上一个沉重的书包 去过他二十多年 所谓毫无兴趣的读书生 害不住 有时候看了这些 我们都是痛心提醒 我在高校也当了多年的教授 看了这个 以后就是希望家长平淡一点 考上大学 没有什么了不起 考上研究生 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有这种体会 我原来觉得大家考大学 一定要去考 考上拿的路纪通 就是所能挂路 又看了大家去考研究生 我也去考研究生 那都是竞争很强的 我那时候考大学 我是七八年考 那都是十年积累的人 在那里去考 那就是过独木桥了 那真是拼搏啊 早上四点钟起来 用冷水洗个脸 就在背 背很多东西 然后为了考研究生 也是灌灌的 以后才知道在这方面 尤其学那些英语方面浪费了多少青春 最后学佛了 哎呀 才知道看佛经 看鲁家的经典 才叫真正的读书 感到快乐 那样的读书是一种痛苦 它是非常的被动 是要看着这个指挥棒 在怎么去拆题 怎么去背 那些很机械的背是很痛苦 但你不背是不行的 所以这样得到的高分 它是没有创造性的 所以这个情况 让你家里有一种什么宽容的气氛 现在是你哥哥出现这个情况 希望你身上不要出现这个情况 看大一点 看空一点 这个亡羊补牢 然后你哥哥就慢慢地 就是还是让他听听佛号 多来试院走一走 我们这次还有个夏令营 如果你哥哥有兴趣 可以来参见我们的夏令营 体会体会一下 或许会有一个转机 已经到时间了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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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